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水库边上的河南省西川县 河水最多一夜退去百米 大面积的河船裸露了出来 一天下午当地一位小学生放学之后来到水库边晚上 在裸露的河船上意外发现了一个绿色的器物 他在泥土中挖了败田 也没有夹这个宝贝挖出来 没有办法 他只好跑回家告诉大人 王兄赶来的聪明 在裸露的河船上 先后挖出了几件造型奇怪的绿色器物 一位借多使馆的聪明 认出来它是古代的青铜器属于珍贵的文物 几位聪明商量之后 决定将这一发现上报给当地的文物部门 西川县文物部门接到这个报告后 立刻派人前往现场开场 结果发现青铜器出土的地方下面 来有古代的木造 为了保护木造 在水库重新蓄水后 不再被淹没 河南省考古队决定 对发现青铜器的区域进行大规模的抢救性发掘 经过为期几个月的紧张发掘 考古队一共清理出三座木造 根据木造形制和出土文物 初步断定木造属于冲秋时期的楚国 三座木造虽然历史上曾多次被盗 但仍然出土了大量的珍贵文物 尤其是其中的二号木造 竟然出土了七届一组的青铜顶 专家介绍说 按照周朝时期的撒扎制度 周天子死后可以使用九顶培照 是最高规格的 诸侯四只使用七顶 此次发掘的二号木造 竟然出土了七届青铜顶 因此可以判定木造的身份 很可能就是一位诸侯 那么他身份到底是谁 铁爷听我慢慢给你们道来 在对七届青铜顶进行修复之后 侯古摘家在其中最大的一届青铜顶中 发现了十四号八十四字明文 通过对明文的解读 专家发现一面 记载了一位叫王子武的人 这些青铜顶正是他自己为自己亲自铸造的 在沙州时期顶世代表身份的重器 如果刻上了自己的名字 就不能轻易送给别人 只能自己使用 而且在死后都必须带入木造中黑造 因此专家败地这间大墓的主人就是王子武 经过查阅史料 专家发现王子武是楚国的一位王子 他的父亲是重秋五霸之一的楚双王 哥哥是楚共王 王子武曾经长时间担任楚国的另一职 并升得哥哥楚共王的信任 所以他在死后才能享有如此奢华的名牧和陪造品 除了牧主人写贺的身份外 最让考古专家信奉的就是出土的七届青铜顶 其中最大的一届被命名为王子武顶 这届青铜顶勾67厘米 口径66厘米 重达数百公斤 虽然体积巨大 但造型仍然非常精美 不仅采用了素腰浮雕等手艺 还在顶口一周 浮雕有六条金龙 聚心这六条金龙 坐牌腹状 瘦口咬着顶的口也 足抓着顶的腰锅 使顶在虾咽咽咽中有生疼的感觉 根据解册 这些爬兽都是用施腊法铸造的 这是一种流传于从丘战国时期的 青铜铸造法 可惜这种铸造工艺早已失财 即便现在的科技也没有办法将它复制出来 好了本期的解释器官到这就结束了 如果你喜欢 记得评论转发 点赞